保姆一边冲进父亲的工作间 一边大喊着孩子们要把弟弟吃了 父亲一听 连忙慌张地跑回家 只见孩子们都安静地吃着鸡腿 就是最小的弟弟不见了 父亲赶紧质问他们把弟弟放哪里了 孩子们互相交换眼神后 选择一言不发 但是弟弟的玩具铃铛还是出卖了他们 父亲寻声打开锅盖 小儿子就躺在一堆蔬菜上 身上还裹满了酱汁 见小儿子没什么事 父亲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孩子们只是调皮了点 还不至于是小恶魔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保姆可是已经扛着火车连夜跑步了 他已经是这家人请的第17个保姆了 也是全镇第一肉坛 特别抗燥 现在连他都走了 父亲再次来到中介所 可是已经没有一个人敢接待了 只有一个滴滴的小门打开 里面传来一道声音 说父亲需要的是保姆麦克菲 父亲想要追问 却并没有得到确切答案 只好幸幸然回家 通知孩子们他们不会有保姆了 但是作为惩罚 晚饭也没了 孩子们因此更加吵闹起来 饶得父亲无法好好休息 家中年轻的女仆便来到孩子们这里 让他们安静下来 他之前就一直在向孩子们请教学习 这次也拿起一本书询问单词的意思 二女儿为他解惑后又说道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女孩在父亲再婚后 被继母虐待的故事 大儿子也说所有父亲在妻子死后都会变坏 变得不在乎自己的孩子 女仆想为父亲解释 但父亲在妻子去世后确实变忙了 无暇顾及家里的孩子 女仆说服不了任何人 只好换个话题 说如果真有个新的母亲也许不是件坏事 孩子们立马说不可能 厚厚的一本童话里 没有一个继母会爱一个和她没有关系的孩子 女仆说自己会爱她们的 但是二儿子说 作为一个女仆 她只是为了赚钱 才会喜欢她们罢了 女仆很伤心 却又无法吐露心声 她一直喜欢着家里的男主人 但是因为学识差距十分自卑 不敢诉说自己的爱 父亲此时正在书房 拿起报纸打算看看今天的新闻 然而整张报纸处处都是一句话 你需要的是保姆麦克菲 好吧看不下去了 她独自坐在母亲去世前常用的椅子旁 向她诉说最近的烦心事 其实一直以来父亲的工作 都无法支持整个家庭的支出 幸而有姨妈资助 才能维持不错的生活 然而孩子们越来越淘气 姨妈听说后强硬地要求父亲再婚 找个新母亲来给予孩子们照顾 如果一个月内没有再婚 就会停止资助 父亲对此十分烦恼 也正是因此她最近越来越忙 再也没空陪孩子们玩 同一时间 没吃晚饭的孩子们已经来到厨房 一锅敲晕不喜欢他们的厨娘 将她绑在桌子上开始狂欢 一直以来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麦克菲 也终于出现 只见门外两道闪电过后 一个优雅的身影随之浮现 父亲打开门 看见一个面貌丑陋的妇人 他自称麦克菲 是一个政府的特派保姆 简单介绍两句之后 他火速上岗 来到厨房 此时老大和老二正在做袜子土豆泥 老三在玩敲敲板 老四在制作魔药 老五扔的厨具哪里都是 老六疯狂大喊大叫 见麦克菲进来更是直接忽视 麦克菲要他们收拾好东西回屋睡觉 一点用都没有 麦克菲一想 换个手段吧 只见手杖往地上一敲 瞬间火花四溅 能量波覆盖了整栋房子 孩子们迅速发现 自己的身体不听使唤了 自顾自的进行着之前的恶作剧 麦克菲要他们徐会说起 才可以放过他们 但大儿子嘴硬 就是不听 直到老七快被老五扔进废水 老四的魔药也要爆炸了 老大终于松口 麦克菲也兑现沉默 放他们回去睡觉了 睡觉前 麦克菲对他们说 当你们需要我但不想要我时 我就会一直存在 当你们想要我但不需要我时 我就会离开了 今天的第一场交锋 麦克菲胜 孩子们当然是不服气的 很快就有了新主意 第二天早上 麦克菲来叫他们起床时 看到的就是一群装病不起床的孩子 麦克菲从善如流 但是吗 生病了就不要起来了 于是手杖再次敲在地上 孩子们真的生病了 而且彻底粘在了床上 怎么也起不来 麦克菲拿来一杯奇怪的药 喂给大儿子 他一点也不想喝 但是身体完全不受控制 他只能艰难地咽下 还在蠕动的黑色药液 随后麦克菲还让厨娘用 剩的土豆皮做了一锅臭臭的菜 给孩子们吃 过了这一天 孩子们彻底被制服了 说话礼貌了不少 麦克菲的容貌也发生了变化 一颗猴子消失不见 孩子们更加确信他就是女巫 父亲在今天也收到了姨妈的来信 他马上就要来做客 这天很快到来 姨妈一来就说她打算 带走一个女孩亲自教养 这些话被小女儿听到 她迅速找其他人商量对策 于是当姨妈出来 打算见见孩子们的时候 首先遇到的是一头涂脂抹粉的猪 好在她眼神不好 三米之外人畜不分 父亲又借机在她的眼睛上做了手脚 姨妈这才没有看出端倪 只觉得这孩子毛也太多了 怕是嫁不出去 再看别的 两只汪和两只鸡穿着优雅的就过来了 父亲只好带姨妈回去 这时小女儿意外撞到了姨妈手里 姨妈一看这个长得还行 当即就打算把小女儿带走 此时一头驴子戴着姨妈的帽子冲出来 姨妈一看就要发火 好在麦克菲及时赶到 手杖再次施展魔法 驴子眼神瞬间妩媚 站起来跳了一段优雅的踢踏舞 姨妈乐了 就说要把这个女儿带走 危机暂时解除 但是最后不可能真的 让驴子跟姨妈走 于是孩子们一和解 让女仆上了姨妈的车 但父亲不知道啊 以为是小女儿被带走了 疯狂追车 直到看到七个孩子都还在才放心下来 但看见女仆被带走 她心里也泛起一丝莫名的惆怅 这天的谈话中姨妈下了死命令 要父亲在月底之前 为孩子们找一个新妈妈 时间太短也容不得细选了 父亲只好和镇上有名的寡妇约会 这个寡妇已经死了三任丈夫 并且最后一任丈夫去世前 非常高兴自己逃脱魔爪 可见此女友多凶险 但是现在没办法 父亲也只有这个选择了 见父亲打算再婚 孩子们找麦克菲求助 希望她能阻止父亲 但是麦克菲却说 她不能干涉他人的感情 不如让大儿子去和父亲谈谈吗 大儿子当时拒绝了 但回头还是去了父亲工作的地方 询问再婚的事情 父亲十分窘迫 不愿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现在的 无可奈何 于是她严肃了态度 斥责孩子管得太多 却不想这伤透了大儿子的心 她找到麦克菲 请求她容许自己再闹一次 不管什么后果都承担了 麦克菲也就表示不会阻止 很快到了相亲那天 寡妇正要坐下 父亲就看见椅子上被扎了一只短剑 她迅速转移寡妇的注意力 抢走短剑 安全过了第一关 刚刚坐下 寡妇头上又被放了一只大蜘蛛 父亲只好扑到寡妇身上 趁机拿走蜘蛛处理掉 又拿起一盘点心为自己的失礼道歉 却不想面包的夹心已经被调换成了虫子 她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寡妇一口吃下点心 幸好她并没有意识到不对 甚至还要再吃一块 父亲连忙阻止 拿起茶壶打算给她倒杯茶 却只倒出来一些奇亚子样的乱 打开茶壶一看 竟是一只蛤蟆跳出来 这时寡妇已经端起茶杯打算喝了 父亲赶紧夺过杯子 刚要松一口气 就看见一大坨果冻马上就要落下 父亲只好扑倒寡妇 躲过这一击 连带着桌子上的东西也散了一地 这举动本来非常失礼 但寡妇竟然兴奋起来 当即就打算换个房间再谈谈感情 这时门把手已经被通了电 父亲赶紧一把抢过 被电的瘫倒在寡妇身上 寡妇更高兴了 说只要现在求婚她立马就答应 可是父亲看见孩子们 正在发射一坨江湖 一声不脱口而出 寡妇以为自己遭到拒绝 生气离开 见到亲世黄了 父亲终于向孩子们说出了真相 不能马上结婚 就会失去姨妈的资助 之后房子就会被抵押 孩子们也不得不被分开 不知有几个能留下 知道了真相 孩子们马上求麦克菲帮他们 恢复原状 但是麦克菲拒绝了 他说你们必须承担其选择的后果 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思考过后 孩子们来到寡妇家里道歉 一听到他们有个有钱的姨妈 寡妇飞快就原谅他们 答应了求婚 晚上父亲来到孩子们的房间表达谢意 孩子们也表示了体谅 在这一天 他们学会了包容 沟通和承担责任 婚礼当天 寡妇迅速摆起了恶毒后妈的谱 要求孩子们一定要规矩听话 还顺手折断了母亲留给小儿子的遗物 姨妈一来她就凑上去讨好 反而惹了姨妈不喜 这时姨妈身后出现一个 美丽优雅的女孩子 她像童话里的公主一样完美 孩子们纷纷惊叹 父亲却一眼认出这就是当初的女仆 她被姨妈受为了养女 现在他们有接近的身份了 然而父亲却马上就要结婚了 婚礼上 孩子们注意到父亲其实并不开心 他只是迫于无奈才要结婚 就想做些什么事情帮帮他 在麦克菲的默许下 他们开始装作现场有蜜蜂 慌乱中害怕蜜蜂的思议 扔了寡妇一脸的蛋糕 寡妇还击时不小心 把蛋糕扔到了姨妈的脸上 这下好了 现场彻底变成了扔蛋糕游戏 婚礼泡汤了 姨妈生气地离开 这时孩子们注意到了 父亲和女仆的依依不舍 主动站出来叫住姨妈 说婚礼会照常进行 而新娘就是女仆 麦克菲也送给她们一场八月的雪 婚礼现场瞬间变得唯美而梦幻 每个人都穿上了白色的盛装 女仆的裙子随着走动 变成洁白的婚纱 美丽的头纱也随之浮现 揭开头纱的衣裳 飞雪星光一样映衬着她的容颜 俨然是一个绝世家人 麦克菲也得美貌起来 然而孩子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她了 她默默离开 要去拯救其他调皮的孩子了